美联储连续三次上调利率75个基点 在这激进的举措之下 全球股市和货币前景实在是不太乐观 大家好,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婷芝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为了加力遏制处于40年高位的通胀率 美联储宣布将利率上调75个基点 并暗示未来的加息行动可能比投资者预期的更加激进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三次将利率上调75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放话表示 如今必须无条件控制着通货膨胀 软着陆的梦想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 他表示利率上升将为民众带来痛苦 不过这总比控制不住通货膨胀 将来被迫重返加息轨道来得好 美联储今年还有两轮的利息政策有待公布 根据官员的看法 预料在年底将再加上100个基点 让利率走高至4%以上的水平 我们来换个焦点 美联储的激进升息行动 让本区域的金融市场进一步下滑 这也间接冲击东南亚各国货币的投资魅力 在大马方面 随着货币政策的分歧继续扩大 如果大马的利率今年底只升到2.75% 意味着与美联储预料升到4%来看 还有一定的差距 除了货币走势不乐观之外 亚洲股市的整体走势也不好过 今天亚洲各大股市全面下滑 其中香港恒生指数更是折损约350点或1.9% 跌入10年以来的新低 强势的美元也让著名的避险资产黄金大受冲击 国际金价今早一度下跌1%到每盎司1656.83美元 现在把焦点转向国内 目前聘请一名女佣的费用要价高达15000令吉 就让木法集团看准商机 透过卖女佣来大赚特赚 大马人道主义组织秘书长拿督西山木丁哈星指出 现在聘请女佣的费用大 为了节省开支 很多雇主想尽办法通过没有注册的非法代理聘请女佣 他指出这些不法代理和女佣合谋欺骗雇主 通常经过非法代表聘请女佣的费用是7000令吉 如果在一个月内为三个不同的雇主服务后便逃跑 赚取的费用将会超过2万令吉 他认为相关部门应该检讨降低雇佣女佣的成本 并鼓励人们通过合法机构聘请女佣 而执法单位也有必要采取标记制度 追踪这些已经逃跑的女佣 高美达2023财政年生 首季核心净利为518万令吉 只占了MIDF投行研究和市场全年盈利预测的12.3%和13.6% 由于首季一向是公司业绩比较疲弱的季度 因此整体表现算是符合预期的 展望未来 由于一些城镇项目的进度加速了 行家预计公司未来几个季度的盈利将会更加强劲 行家继续看好该公司瞄准可负担房屋的战略 维持精明后财政年的盈利预测 买入评级和40%的目标价 我们来看下一个股项 KESM科技2022全年核心经历为20万令吉 远远低过可纳格投行研究和市场的预期 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第四季的亏损扩大 拖累了整体的盈利表现 行家表示尽管目前该公司正在逐渐转型到更新的产品上 但是预计这将会耗时两到三个季度才会完成所有的过程 行家将2023财政年的核心经历大幅下调65% 并预计2024财政年全年核心经历为610万令吉 行家维持跟随大市评级 但下调目标价至7令吉47先 下一个股项有联合马六甲 该公司2023财政年的首季核心经历为2800万令吉 低过联昌国际投行研究和市场的预期 只达到全年预测的20%和24% 这是因为该公司的鲜果串收成低过预期 尤其是在印尼加里曼丹的收成落差相当严重 为了反映鲜果串收成下滑和棕油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 行家将2023财政年的每股净利预测下调了37% 同时重申首出拼机 而目标价则下调至5令吉37先 第一个照片 一边 二期财政年的4令吉 二期财政颜 二期财政颜 三边